39集没有进阶 这只宝宝正好进阶不良 所以说理论上39集 是能把炮布林仙威力发挥到极致的等级 59都不行 这只宝宝就这么说吧 随便打打就掉价 掉了法房没事 掉了法房没事 保死亡 这只宝宝保死亡 掉了法房没事 高敏是 高神高隐身高防御可选 其实 其实不打数也行了 老板告诉我打啥书 建议高防御高幸运 高敏捷 高防御 高敏捷高幸运 然后带高级神用护生套 对吧 敏捷防御是硬的技能 腰总在幸运保我们 说实话 这只宝宝真的掉死亡 没办法 掉法房可以用 他这死亡法王是合出来的 炮波林先可以回路 来吧兄弟们 腰总大奔高防 吸收水工反正 8 8 8 4 2 2 3 舒服 这感觉 死亡法房 招架防御 现在缺少敏捷跟神用 敏捷跟神用 必带防御敏捷 是的 他速度自制 无论多少 他明天得涨 这种宝宝 对吧 一定要出手速度快 你给自己卡要 让对方弄小死亡 对吧 他速度出手慢 等你都出完手了 给他挂中大死亡 还有用吗 等你都死了 你还给自己 为五中单位大金有用吗 所以说这种宝宝 无论子指啥样 对吧 都得打高敏 再不就 高敏再不就迟钝 拉人 但是法房一般不打迟钝 所以说这只宝宝 一般来讲是要继续的 差一本书了 特殊技能吸收还有点用 带高神套不缺主技能 老板绝对可以扔了啊 人